在過去八天當中 我們台北市沒有出現所謂不明感染源的案例 社區是乾淨的 我們現在逐步解封 因為我們的國中高中學生你知道 都有打疫苗的嘛 所以就允許他們去校外教學 包括畢業旅行 在過去八天當中 我們台北市沒有出現所謂不明感染源的案例 所以如果用這個標準的話 我們目前台北市的社區是乾淨的 那如同我上個禮拜講 觀察到今天嘛 如果都OK的話 社區是乾淨的 我們就要逐步解封 解封的過程原則上是 不要一下子 慢慢來一步一步來 所以第一步 學校是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一個確診 那班停課14天 如果有兩班以上你知道 那就才全校停課14天 原則上是這樣 那有時候在緊急狀況 我們會先預防性停課 一到五天 等情況搞清楚的 再後續處理 因為我們是國中以上 大概98.多%的都有打疫苗 所以我們 國中高中職 就校園開放 允許他們去 校外教學 包括畢業旅行 那國小跟幼稚園 因為這沒有打疫苗 所以我們 我們現階段是說 你只可以在 安全的區域去做 那個校外教學 也就是說在台北市可以 但是跨縣市出去 先不要 一些我們台北市管的場館 你知道 包括青蛙處 青年活動中心 還有這個 動物園 天文館 視力圖書館 兒童心樂園 我們現在就取消 容留的人數 不過要戴口罩 社區大學跟樂齡中心 樂齡學堂 就上課啦 可以實體上課 但是要戴口罩 最有問題的當然是吃飯 既然社區沒有感染 所以我們是允許吃飯 但是我們有條件的吃飯 在中央政府還沒有 明白公佈 什麼叫做 安全的狀態下 我們在現階段 我們台北市是先採用歐盟的標準 東應服務的人 你必須是打好打滿疫苗 我們被服務的人 就如同以前講的 如果你是疫苗打滿超過14天的 兩劑超過14天 我們認為你是安全的 就可以在裡面吃了 那如果不是達到標準的 那你就外帶